你密集台灣的手續 要辦什麼 其實是可以過來工作的 你考慮在台灣先買房 我還以為另外某個 不要考慮在台灣成家 成家可以 只是現在有些身不由己 香港影帝黃秋生 三月才剛忙完實境節目 開著餐車交朋友 回到香港不到一個月又返台 目前還在隔離中 蘋果新聞網獨家取得消息 黃秋生預計在台灣待到六月 暑假前還得回到香港演出舞台去 對營地來去自如的申法 感到疑惑嗎 之所以能夠隨心所欲往返港台 是因為他已經獲得 台灣合發給外籍人士的 酒業金卡 來台工作不用事前申請 而且停留時間也不受限制 你看現在整個世界 都跟以前不一樣 不可能回到以前那麼好的環境 唯一好像是 我拼空時空台灣一點都沒有改變過 停留在一個某一個最好的空間 真的好奇怪 就業金卡呢 不像工作類型的簽證 需要雇主聘雇或商務簽 需要洽商證明等 就業金卡提供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在一定時間開放個人工作 而且享有健保等社會福利 就業金卡僅由中央 勞動部 外交部 籍內政部 移民署 共同合發 來來來幫各位複習一下 秋生哥在演藝圈的威猛成就 五座香港金像獎 三座金馬獎 也因為如此 他只花了大概兩個月 就業金卡就申請成功了 還申請到最長的三年校期 但是他的助理沒有就業金卡 這次無法同行 所以黃秋生是置身來台喔 我真的服侍蠻多大哥嘛 那我覺得他算是 輸一輸二難搞的 哈哈哈哈 喔怎麼說啦 沒有啦 就是 他就是特別真 應該講 應該講他特別真 其他的特別假 哈哈哈哈 好你完蛋了 欸他包包很屌 他包包很屌 他包包有那個 手電筒 我跟一把 還有刀 一把刀 青春刀 青春刀 我說你為什麼要戴這個 然後他說 地震 因為來到地震的地區 我通常都會 帶一副這樣子的裝備 據了解 等黃秋生結束隔離後 開著餐車交朋友第二季 將於四月底錄製 拍攝模式和上一季差不多 至於大檔的主持人選 目前還未知 粉絲們盡情期待囉 Kids不是說 所謂幫你找 讓你認識台灣人 沒有你講的 什麼講的 他說這個杯好看的 都是嚇我一跳 真的是跟他的 那個 對食物的要求 差不多的水平 很爛嗎 很低 蛤 也不可以這樣說 只是 特別 哈哈哈哈 那我一鍋奇怪的 粉絲 或者是 有一些奇怪要求 對 因為台灣人都很斯文 很有教養 還有禮貌 來來來 拍得到 拍得到 那些 台灣不會有 對不起 我現在 我還沒化妝 我在吃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吃飯 我拍照 你知道嗎 那不會有了 雖然 我是很喜歡台灣 而且是 很習慣 很舒服 很自然 當然了 要是以前的 香港還在的話 那就非常好 可是已經不在了 好 很久